台湾逐漸双绑路径检疫措施 最快10月13日开始实施零加期 出国回台湾将不用进行隔离 也让民众殷切期待再次出国 今天有再安排了 过来不用隔离的话就是方便很多 日本 最喜欢日本 想去日本吧 希望能够赶快开放 让我们国人赶快去国外散散心吧 零加期即将上路 禁止旅行业组团出国 或带旅客来台的进团令 也会同步解除 等于拿下限制旅行社的紧箍咒 零业组表示 期待能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出国的旅客方面 我们台湾目前就是 针对海外的 这个COVID-19的确诊保险 这个只有一家 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像 申根或者像日本一样 有一个好的保险 能够让外国旅客来台湾旅行 都能够投报 不过想出国玩 民众也得先衡量自身荷包 目前亚洲 极加酒费用 平均较疫情前上涨三至四成 日韩五天四夜 极加酒约一万五到一万六 现在已经涨到一万九到两万一千元 优留业组表示 团油价格较疫情前上涨三到四成左右 主要原因是机票饭店都在涨价 五千可差不多吧 我觉得还可以接收 去近一点国家亚洲 希望可以在什么一万一万之内吗 其实希望不要涨最好 大概两成左右吧 期盼已久的零加七即将到来 航空业者从十月开始大幅增搬 大举恢复航店 准备迎接民众出国潮 新航人亚太电视 李云棠 钟永田 台湾特北财富报道